恶魔之子巴特惨遭杀害 凶手正是一生之敌戏子鲍博 这天巴特接到豪斯的短信 美术老师和校长在教室拔罗某 为了亲眼见证校长的努力 巴特只身一人走进了教室 但这里却空无一人 巴特察觉到诡异 却为时已晚 原来鲍博拿走豪斯的手机 用短信将巴特骗到这里杀掉 但经过之前的多次切磋 巴特对鲍博已经产生了免疫 他甚至在脑袋画上把心来调戏鲍博 但下一秒胸口就被穿透 鲍博扯出镖枪 也扯出了巴特的心脏 看着倒在地上的仇人 鲍博的情绪得到了释放 我努力了24年 终于杀掉了这个10岁的孩子 但这一切都被负责任的校长看在眼里 鲍博将巴特带回自己的住所 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红酒 在酒杯中滴入巴特的血液 准备好好享受这个夜晚 闻铃声突然响起 来者正是红墨 巴特失踪后 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鲍博 但鲍博表示自己已经感谢归正 并且深爱巴特无法自拔 侯莫不再怀疑鲍博 他准备前往寻找下一个嫌疑人 复仇后的鲍博摇身一变 成为了春田大学的教授 但很快他就厌倦了教书育人的生活 似乎只有和巴特斗志斗勇的日子 才能让他感受到存在的意义 为了复活巴特 他收集了很多实验装置 一切准备就绪后 鲍博拉下电闸 冰冷的身体立刻生龙活 我是恶魔之子 你杀不掉我呢 鲍博一次次复活巴特 然后再将他虐杀 直到尝试完一百种方法后 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窗外传来狗叫 他闻到了巴特的气味 一家人赶到这里 拉下开关复活了巴特 关键时刻 侯莫用花瓶砸晕鲍博 丽莎捡起残渣放到手术台 复原后再次交到侯莫手里 直到将鲍博彻底干掉 巴特表示 他杀了我这么多次 作为最大的受害者 能不能让我来处理他的尸体 理论上不行 但实际上是可以的 巴特将鲍博的头 混着各种东西放在手术台 再抹上一团新鲜的鼻屎 拉下电闸 鲍博重新复活 它变得更加复杂 也变得更加变态